欠了重蹈品德和高峰谅节 十五号下午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 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 两千六百多名代表 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汇聚在这里 怀着激动的心情 期盼着领导同志到来 下午三时 国家主席胡锦涛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了出席党的十八大的代表 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 出席人员 年代表消息 李步十五听 郭景涛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走到代表面前 同前排同志亲切握手 向大家致以良好的祝愿 代表们纷纷向郭景涛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表达真诚的问候 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吴邦国 温家宝 贾沁林 李强孙 贺国强 周永康 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李克强 张德江 余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一同会见 并同大家喝饮如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 胡锦涛 习近平 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是一次高举旗旨的会议 机网开来的会议 团结奋进的会议 认真学习 贯彻 诺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 是我们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 忠心的希望 全党 全军 全国各州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 攻坚克难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胜利而奋斗 同志们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 为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既往开来 胡锦涛同志 和 吴邦国同志 温家宝同志 贾庆林同志 李长春同志 贺国强同志 周永康同志 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 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峰亮节 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 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 已经取得的成果 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 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文化大革命 这样历史的悲剧 还有可能重新发生